中共十九大有一個新的規定就是 要擁護以習近平思想為核心的有特色的中國社會主義 這個就是最新的 而且還要所有的黨員都維護這個習近平的總書記的核心領導地位 這兩個就是共產黨我沒有誣蔑他 他沒有說他是含家產黨 沒有共產黨 上次我在共產黨佛讀共產黨宣言 中間留了幾個字我特意不說 我知道有下一集 那個說法是怎樣的 共產黨宣言最後幾句他就說 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的革命旅面前發抖化 無產階級在這場革命旅只會失去所戀 而獲得的將是全世界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這個是共產黨的路組中在1870年之前射下的東西 你唸一下這句話你就知道習近平就是含家產黨 不是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是鼓勵什麼 就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是不是 我都不要說結果 最後一句就是全世界人都認識的 現在工人去團結自己的工友組織工會 接著工人由其他工人去支援那些 團結其他工人去組織工會的人 竟然被共產黨打壓 今天共產黨是有幾個黨員知道嗎 有8900萬個直十米 八千九萬個念過我剛才說的誓言入黨的 就是共產黨宣言的人 這個大書特書 這個習近平在搞什麼呢 搞什麼的共產主義呢 他抓學生 那中共一帶有多少個學生呢 數不數 那中共是沒法補信 劉仁靜 張國淘 陳譚秋 這個還有王俊美 總共之十三個人有六個學生來的 大哥 學生當日走去組織共產黨 其實那十三個人裡沒有一個是工人 不是知識分辰 就是工人 那你現在今日 學生五十個人去 叫家屬去支持工人,你抓他,尋人之事? 那十三個目嘴坐在上海那裏,是不是尋人之事? 是不是顛覆國家政權罪犯了?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去罵共產黨, 你自己叫自己共產黨,不如叫你做資產黨, 不如叫你做專制黨,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打到中共政策改革, 打到中共政策改革,